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辦高深,彈求均真,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3號,李卓人名單,所得票數為93047票 4號,馮檢基名單,所得票數為12509票 5號,陳何欣名單,所得票數為106457票 我現在宣佈陳何欣,在上述的選舉中當選 基因以外的死因,阿仁率民主派局公自協 選舉過後,阿仁在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陪同下見記者 向市民、向一班戰友的公自協承認失敗 他形容這次是崇正以來最艱難的選戰 鋪天外地的負面抹黑免費報紙的宣傳 也有其他國家機器、資源 蓋下來去對付我們這次的選戰 但輸了一萬票,還有另一個原因 可能覺得我們沒有聆聽到大家的聲音 我們一定會深切的反思、掩討 去爭取每一個香港人 挽回大家對民主派的信心 我們可以失望,但我們絕對不可以放棄 阿仁說未來還有多場硬爭要打 包括明年的區選和2020年的立會選舉 希望整個民主派都能夠作調整 亦都希望市民會和他們一齊並肩作戰 我亦都不是很想道歉的,坦白說 你不投票,我真的殺了你嗎 我告訴大家,你任由一個暴政 去繼續拿到政治的 在歪曲政治制度底下 去拿到那個所謂勝利 這是一個政治的自殺 大長摩似乎有點生氣 只要民主派的選民 沒有吸取到之前的教訓去投票 由今日的後果,亦都要承擔 這些民主選舉不久都會這樣 阿哥,你看看別人的台北 柯文戰多慘 有甚麼好遠呢 有甚麼好遠呢 就算下次我輸了,有甚麼好遠呢 這就是選民的選擇 退一萬步 這次選戰氣氛麻麻 不如問回選民 為甚麼不投票更好呢 你選擇很多個爛橙 你選擇每一樣東西都是爛的 那你選擇就沒意思了 真的誰都差的 很忙,每天都回來了 我待會還要做我 再慢慢來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差不多 就算我們投了哪一個都好 其實作用不大 不會幫到甚麼 對,那… 只做好自己 努力賺錢就算了 有些就算投的,都選阿欣 因為小麗再次被DQ之後 又理出人代表 但年紀差得遠 完全沒有新鮮感 問一下支持阿欣的選民 我覺得她年輕有活力 一定可以做到些事 年原本的優點 自信公運搞手 經過時代變遷都成為缺點 不少年輕人和半島派 情願焦土 好,今天都要說多一日關於這個選舉 不過說了兩節那麼多 OK 為什麼呢? 我看到昨天的YouTube 各樣東西的收視很高 似乎每一次都有些政壇的大事 就多人聽一些話 下次希望,譬如說董建華死亡了 余若薇被人捉奸在床 之類這些事情 就是所謂的花生事 就多一些人看 即使是這次的選舉 我都認同是花生的 剛才有個年輕人說 選哪個都差不多 每個人都做不到事 都是一件事 做好自己,努力賺錢 有個年輕人這樣說 我在想其實如果 政府真的很蠢 這個政府真的很蠢 我要把我相信的事情說出來 如果當日不DQ本土派 甚至不DQ獨派 甚至乎 這樣他們進去 其實分分鐘 當然這個歷史上是沒有如果 但是很大機會 在一年後兩年後 那些選民就會說 我都沒有心情去選 選每個人都差不多 我選了本土派進去 不然一人做不到事 為什麼做不到事呢 其實由DQ1開始 大家就明白 這個根本是一個很畸形的制度 你議員提出的議案 你永遠都要分早點票 已經是過不到 你政府提出的議案 其實現在已經隨時過到 甚至乎那天 我們昨天說不完 那天選舉那天 蘋果、LOW甚至乎有線 去訪問很多街坊 分別有不同的街坊 在這裡說沒有 守護著那個關鍵 否決權 就是三個不同的人 我聽說 經過街坊 如果李卓人選不到 23條就通過 你還說23條 也說過半數就行 為什麼你們不把事實 整個機制是怎樣 告訴別人 這些是沒有誠意 是老人土 這一節我反而想說一下 剛才李卓人好像很深刻反省 相對來說 我們也很深刻反省這樣說 大家千萬不要被這些傻子欺騙了 這個是含家產 他是含家產 一天是含家產 就未必一輩子是含家產 但是他一天是含家產 到現在我仍然看到 由先看鞠躬的那班 全部都是含家產 沒有一個不是 為什麼呢 大家 我們經常嘲笑他們沒有風度 他們屌票 其實我們要深層去了解 為什麼他們要屌票 尤其是這班人 除了長毛比較粗魯 比較市井之外 一向都有風度 就是說 為什麼不用道理去說服我 他們口中常都是這樣說的 特別是 剛才好像不在 余若美 女神余若美 但是結果 由李柱銘 以降 所有 所以馮檢基很想興 他想到 你那個記者 你為什麼要想 你突然間 但是 那句 馮檢基 你真的很明顯 是證明到他 他真的覺得 搞錯 你個個說 他都算是搞錯 李柱銘 所謂作為香港 民主之父 那樣 竟然說出這些話 是垃圾 對不對 屌你了 於是馮檢基 都不禁屌你了 你有沒有 施烤功 嘩 哇 嚇得到一個記者 大家要再看一個辦事 即是趁一趟 沒有預理 你突然間 好像建國寶羅 真的被你嚇死 那為什麼他們會 這麼想去屌票呢 選前在那裡屌 是啊 選後都在那裡屌 就是 這樣才是最離譜 你選前可以屌 你選後再屌 你就不認知事實 選前屌 其實都不對 都是自殺行為 但是有時候 都會有的 大家看看 民進黨 國民黨 國民黨 這次比較少 民進黨 不斷屌 你看林佳龍 那些 滅黑 什麼東西都齊 好了 選人是怎樣 深切反省 做得不夠 希望大家支持 新市長 新院長 新理長 新政府 引咎辭 雖然有些被人挽留 至少 做出來 都外謙虛 連阿文哲 贏了 都說 我會吸取大家的聲音 教訓 但是結果 其實就是想著 上次 蔡英文 在上一屆 落選 錦然 已經是預示了 他一定會做到總統 上次他做了總統 之後 大熱勝出 689 689萬票 贏到離寒未落 於是他就說 要謙卑 謙卑 結果他做不到 這件事 兩年後就被人搞正 因為你完全不謙卑 不是你的態度謙卑那麼簡單 除了態度謙卑之外 你在做事施政那裏 都要謙卑 你不想聽別人說 不想跟別人商量 不想跟別人商量 一推出來就是 有立委 有地方全部 就是獨斷獨行 所以有時候這些事 很難說 那法文為何愛屌票 其實很簡單 支持者又是 議員又是 是因為真的不夠你們說的 為甚麼呢 我作為銷售士 我作為銷售士 我去銷售東西 我一定將產品 譬如我賣樓 說到多適合你 多好 價錢雖然貴些 但是他都適合你 或者價錢很便宜 很多種原因 難得你阿伯 難得阿伯伯伯那麼喜歡 那就是又方便他們 到時可以住得不太近 住得不太遠 但是有自己獨立空間 一定是說得到 封一切 所以封一切 絕對不會發爛 因為你想去賣東西 直至去封一切 說得不太聽 真的不太聽 咦 這真是神經病 原來決定不到 今次又來 老老實實 阿黃先生 每樣都說對 為甚麼不買 還下不了決定 始終是買層樓 我也要回去考慮一下 難道不是馬寶菜 就是買一棵菜 你現在這樣沒有發達 就封一切 你這樣封一切都沒有生意 因為你反省也沒有 你封一切就可能有 因為你已經解決所有問題 解決所有問題 他都不願意投降 你就唯一封一封 泛民有點類似 這是這樣的情形 不過泛民更多一點 就是你跟他說的 譬如我們見到有網民他留言 我們有些粉絲 就說深水埗 長毛叫我投李卓人 他跟長毛說 喂 李卓人支持修改以示規則 長毛說 你可以不投他 不需要你這一票 因為你說的東西 是虐盡他死穴 他答不到你 他答不到你 唯有去屌察你 所以我說有個層次是不同的 法民和我們 我剛才這樣吵架他 就希望吵你 挾他也好 逼他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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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揭衷吧 即是我們做銷售師 吵你一放他走就沒有了 那很多時候就吵架他有的 就真的這樣奇怪 但是泛民是不是這個層次呢 他有一點點不同 他是純發洩 只是吵架 純發洩 但沒有提出解決方法 一定提出不了 純發洩之後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建築了很多 其實很多 怎麼說 我們在網上 或者在現實社會都有的 純發洩是不理智的 我當年對我啤你來說 我認為發洩當然是理智 吵架你老母 在街上 譬如我老婆吵架完 我心情不好 難道我吵架我老婆嗎 是不是 想家床屋斃嗎 我問到街上找個傻子 吵架你老母 我不相信 是很懶惰的 我看什麼 吃眼仔 那就吵架他 這個是發洩的 是發洩 你不理智 我認為是很理智 但是他們來說是不夠的 所以更簡單 就是將你抹黑 將對手抹黑 去合理化他們的發難者 你看到昨天的一刻 收盟產黨的錢 長李啊 長毛啊 甚至乎余若美啊 甚至乎剛才李卓人 相對態度比較好些 都還在說什麼國家機器 給人抹黑 西大明星 什麼免費報紙 有哪一次建制派選舉沒有這些 不是就是 有哪一次選舉 建制派選舉 不是屌你老母 掌心磊 屌你大公文匯宣傳 我不是說是對 但有哪一次不是 由90年代好像已經 但是到現在都不去反省一下 為什麼你和馮檢基 是兩個加起來的票都輸給陳凱欣 而李長毛就在說什麼 法蘭仔之前就說不要人家的票 不要那些本土派的票 現在法蘭仔是政治自殺 老實說 就算這次不政治自殺 那幫本土派也投得這樣一張票 求得去對家的也有心理準備 OK 或者即使沒有心理準備 他們現在已經在地獄的表裏 十八層地獄之下的煎熬 因為現在已經死過 納若兒最慶的就是 本身令到他們在地獄煎熬 除了建制派有份 你民主派也有份 當然有份 對著建制派已經想著肉石俱焚 不行 全部要他坐牢了 那麼教訓不到他 都要教訓你這幫有份 造成我在地獄上受折磨的民主派 沒有理由你高高在上有光環 其實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如果真正的焦土 黃安石現在說欠焦土派第一人 他們的斷數當然不夠 真正的焦土 其實就沒有懲罰誰先 是抱著一起死 建制派所有人抱著一起死 亨利就說焦土就是 喂 我要燒你的房子 因為我的房子已經被燒了 當然 你的房子佔了市場的九成 我佔了一成 我跟他說 你這個都不是一個最好的焦土派論述 最好的焦土派論述是怎樣呢 就算我的房子佔了九成九 你的房子佔了一百分 我也要燒你的房子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混蛋 我一定要抱著一起死 當然一定要抱著死 抱著死有沒有生機呢 我就認為不需要去考慮 有固然好 沒有就卵組 因為反正都是死 反正都是死的 你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真的要破局 就真的要大開大合一些 我們能夠做到的事情 我們在這一刻 不能夠搞正這個建制派 要這樣說 有志真的要從事民主運動的人 其實有些事情都是不難得的 譬如你真是心奸細作 是難的 所以我也不會做 但是有志同事這樣的朋友 真的下去跟公公婆婆聊天 拿得一個就是一個 就是因為他們老得一個就是一個 你要快 每天下百多人下來 百多人下來 我跟大家說 是不是全面頭建制派 不一定 但是那百多人下來 你一刻一刻就說 建制派有資源請過什麼社區主任 在那邊去做事 而你們不去做事 這是藉口 因為如果你是做到事給別人看 我就搞了一個小小的組織 搞了一兩年而已 其實你是不怕 你不會有很多資源 但是你是不怕沒有資源 全世界有很多對著極權政府 後來是一個選舉 怎樣去贏回 都是要走過這些路 當然 要克服這些困難 為什麼呢 你一定是要把你的論述擺開 你一定可能要有些犧牲 甚至乎一個陣營裏面 或者相近理念的陣營裏面 要去付出 譬如說別人把社區主任過月三皮 我們要批判 那誰給錢 夾錢 即是由他們口中經常說的公民社會夾錢 如果你這一刻又不肯給的 我覺得你真的不用搞 為什麼那些可以以若勝強 因為他最後拿到民心 而法民主辦做幾天 是越來越背離民心 失去人的越來越多 也不是要屌票 不是 他們仍然在去那樣東西 仍然在去那樣東西 就是自認自己給你看得多 自認自己給你認識得多 好像梁家傑如若未知流 於是乎傲慢 從政者的傲慢 很多時候我們會發覺 很簡單而已 下一節再說 其實特別是近日 你無論那個人是有什麼料 沒有什麼料也好 你起碼要真真成成 就不要說這麼多套語 你還要說什麼永不放棄 屌你了 香港不美死 我們不要深淡 這叫空喊口號 這叫空喊口號 你真是空喊口號 我當然要找一找 撿一撿我們 我不知道蘋果有沒有把這段訪問 自己摟過 沒有時間打給我們 你的腦袋記是陳國強 但因為陳國強還有一篇訪問 蘋果你有沒有看 沒有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要回應一下 陳國強就說 《蘋果》的報導 在選舉前呼籲投白票 九仔區內更加湧現焦土的橫額 為大國含淚投票 還是為幾件射票 下海對本土派來得更重要 結果 大家知道 李卓人和韓基都輸了 合起來的票數都 選戰前 陳在網上呼籲有心人提供焦土橫額的 沙團區區議員陳國強說 最終只是掛了兩塊橫額 你都見過 他跟金金還在橫額面前不開咪 他說形容的行動 只是想用一些姿態來吵一下 他坦然對李卓人落敗感到意外 他說 我最初想著任哥贏的 我們想著吵一下 怎知道現在真的這麼嚴重 兩個加起來都不夠陳健康 真是想不到那個結果 他更加說 本土派得知結果之後 向他WhatsApp 就說 大鑑啦 任哥贏不了 又打電話來罵他 我就說 喂,你們沒理由全部入我數 你們全部都有份貌 他只據其所知 本土派激進民主派 球機哥的真是沒有 看回跟上次差不多 但真是想不到任哥的票數差那麼遠 陳國強期後在Facebook補財 真是補飛 他說我自己本土派 即是說我熟悉的兄弟 不是全部兄弟都覺得很嚴重 他的熟悉的兄弟 以我所知 是離開了幾個 我覺得是我們熟悉的兄弟 這麼厲害 不是這麼厲害 你出人輸了就很嚴重 你出人輸了會怎樣 贏了又會怎樣 為何還有些人是這麼厲害 你沒有生啤梨晚報的 不是,他厲害不重要 當然我做完今晚節目 我也有時間 我先去找金金和陳國強了解一下 如果他沒有被扭曲的話 如果你不是想著李卓人要輸的 你掛兩塊Panel 幹甚麼糟糕 你真是玩煮飯仔 你們現在說 出風口 搶鏡 你直接把我心目中的答案說出來 喂 屌你了 我現在看到網上的細息好像不對 於是網上細息很好 我覺得 就算你呼籲人投白票 我都要罵 你叫招土就是投對加陳凱欣 那些都不重要 你要憑甚麼人叫白票 你叫別人姓的 你當然是想招土罵 你說明招土 那人當然招土了 他成功了 你可以不攝影響 你有份成功 但你不可以說 我不想的 我真的猜不到李卓人輸 喂 不是 他竟然是 喂 你不要說我 喂 你說蘋果都是特別的 你要怕痕又要怕糖 最不忽管 我不相信 他說最不忽管是陳國強 我要問問他 為什麼呢 陳國強我都很難被人瞬間 這是誤導的 我一直是ikut的 哪有 我告訴你 因爲比例代表制 泛民不能夠全部輸 我現在都在想 覺得很遺憾 因為他們怎樣輸 他們都有三幾席的 每區 你不要一直在鼓勵氣 要全部含家產 明天立了23條 立即修改議事規則 一停賽 還要停申 這樣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一個以本地時事評論 資訊 通識 緊貼香港生活密博的全新環節 想在香港6時半時賣廣告 傳遞個人信息 推廣產品和業務 經濟實惠的MIHK.TV香港6時半廣告套餐幫到你 1 我們一手包辦貴寶號的30秒宣傳廣告片 2 每個月在香港6時半時播放不少於20次 3 廣告更方想 訂閱人數超過20萬的 MIHK.TV YouTube頻道播放 擴大客源 無論你們是個人 商業機構 還是慈善團體 都只需要1888元 就可以享受到我們以上的服務 快點打上來39558673 或者6112 2721 找我們廣告部同事了解更多